以至标准化缘点位 新离子化缘点位-0.76伏特 同离子化缘点位-0.34伏特 第一小题 则新铜电子电压为何 第一小题 新铜电子新为氧集 因为金属只能丢电子 不能得电子 因电子进行氧化反应 而同离子只能 在这方程中只能得电子 因此为氧集 然后整个电子的电动 是等于氧集氧化电位 加上氧集的缘元电位 或者是氧集氧化电位 加上氧集的氧化电位 负号 也就是变号 或者是氧集的缘元电位 变号加上氧集的缘元电位 而屏幕所给的都是缘元电位 所以氧集是氧 因此为-0.76伏特 加上氧集是铜为0.34伏特 所以等于1.1伏特 第二小题 若改定氧离子 还原电位为0.34伏特时 则同金属氧化电位为合 由于 还原电位为0.34伏特 其氧化电位 为副指 0的副指 还是0 因此第二小题 我们直接带入的是 第二个方式 都用氧化电位来看 氧集的氧化电位 也是指氧为0 加上 因其的还原电位 为负的还原电位 负的氧化电位 也就是题目所要问的 因此加上 负的 铜的氧化电位 要等于刚所算出来 1.1伏特 所以 铜的氧化电位 就等于 负1.1伏特 再来第三小题 若改 铜离子的还原电位 为0伏特时 则氧铜 电池电压为合 然而 参考电极改变的时候 并不会影响 整电池电动式 因此 铜电压 依然为 1.1伏特 最后 第四小题 若使用伏特计时 正极应该接 铜电池 哪一个金属棒 我们知道 铜为阳极 阳极会失去电池 电池能经 外电路 到阴极 然后电池都出去 所以 铜为 负极 因此 铜为 正极 所以 伏特计 正极 要接 正上 因此 要接在 铜 棒 上 铜 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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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